民選的 落的他也是委的議會 他說以美國 這麼多都市也是都這樣 所以他這第三點 他上街外的點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本黨的主張 北中高都會直轄市 生立後 將會為市鄉頂市市長 民選的 民意代表的制度 我們是在說他的政見 我們今天來中國 國民黨中東部 我跟他說 他說這是你們的政見 不是我們不會 是當時你們孫總統 這樣在跟他們說的時候 叫我們跟你們支持 這些台東官司 這些民主 他們有可能性格 那時候當然我們台南官 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他是很清楚的 以後再說一個 說未來本黨執政 就是現在已經執政了 本黨執政將會延續 鄉鎮市地方自助法人的地位 此意馬前子席 親自先事之主張 馬上叫總統選擇的主張 我們現在是叫他說 你要做你自己的 你現在才會拿到 歐落木櫃的版本出來 所以說我們今天去看看 這個結果之後的時候 只能說是兩黨作秀 他們的結果就對了 我們已經都照著了出來 但是你兩黨作秀沒關係 你不能犧牲偏連地區嘛 我們的要求就是這樣 柯老師我請教你 然後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說 研究政治學的 特別是地方政治都很清楚 如果說台灣要有一個更大的 所謂的能夠深化民主的話 一定要從地方進行做起 如果說未來包括說新北市 新的台南市新的高雄市新的台中市 可以官派好的優秀的 有發展的有潛力的 然後懂地方熱情服務的這些區長 難道不對地方更好嗎 不見得不見得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不是公務員不好 而是公務員跟地方政治的性格 他是不一樣 各位看他們 今天在座兩位現場的來賓 你就可以看說他的性格 跟公務員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公務員他是聽 假設我今天是個官派的 比如台北市大安區的好了 台北市大安區的區長 他一定是聽民政局局長的 民政局局長一定要聽市長 或者副市長跟市長 尤其是市長的嘛 所以市長他是做整體的規劃 然後交給都發局去規劃 然後就交給地方區長你去執行 他只是執行上級命令 最多他有負擔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把地方的名義有沒有 轉給這個市府裡面相關的單位 那將來如果我們地方的區長也是這樣 區長也是官派的話 那他的功能跟台北市現在區長 完全是一樣 我再講一遍 不是他們不好 而是他是行政性格 但是我們現在真的在地方 特別是剛剛他們一再強調的 偏遠地區 或者我們地方的鄉鎮 他們真正的性格 其實不是這個 他們是在做地方政治 就是剛剛主持人你所說的 地方自治 所以說我剛剛講 我們如果真的希望能把我們 讓我們的民主鞏固 而不是光民主化 其實台灣我們到今天為止做到的是民主化 我們的民主鞏固做的不夠 那要民主鞏固的話 我們整套的中央跟地方的行政體系 包括從縣市的重劃 一直到地方區議會跟區政府的建立 這些都是必須要做的東西 我們這個也問一下在上花鎮的鎮長 李文俊 李鎮長 鎮長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究竟剛剛我們一直在談說 這樣子一個地方自負固法的改變 可能會讓偏遠的這些鄉鎮 更加的弱勢 那有什麼 有什麼 這點我先在這裡說 理由是什麼 因為這要合併 我們台南縣要合併的就是 所管理會跟議會說 要合併不會過 一定不會過 所以我們議會忙做多人 我們總共跟合併的頂管去處理 頂管那一定不會過 他知道 所以總共議會 二十九位議員就可以代表 台南縣百萬的老百姓 在這裡嘛 所以我感覺說 這個合併呢 收費倉儲 當時剛才這個 我們邀主席怎麼說過 當時馬總統也有說 三都十五縣市 我們自己都很認真在那裡打拚 要堅堅 繼續看那個連任的 那個可以繼續來連任總算 是 總共進行給我們這個人 包括這個代表 包括這個 這個農政黨 大家總共的心都找到 是 我覺得 做農政黨 不是為自己 買 所以他現在用這個 做區長 來做配套 我覺得這個配套 我覺得也太過分了 現在給我們 做代表 做農政黨的人 會感覺說 在主委 我們自己也沒說什麼 這個四萬五也是所管理的 所管理的 所管理的 所管理的說過後 其實台南館是 不同於 我們的北中高 這個山樹 因為台南館的浮原 真的非常遼闊 很大 差不多六十幾公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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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鄉差距太大 是 啊 剛才這個 廖主席說的 他們後邊的位 你看看後邊 我在家裡 那裡 那裡你看看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 如果來設定台南市的位 剛才差不多六十幾公里 你看 要怎麼來 要來照顧那裡 照顧才會對 這實在說 我覺得說 所以 政府的 我覺得 沒關係 你要合併 我們最希望 就是說 可以再 在這個過渡期 齁 再大家再選一件 是 選一件之後 他這個配套去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他們兩棟在那些惡毒之下 叫我們來做犧牲品 我們有名化 我們 說我們有一個 我們自己要來 賺 要來 那幾萬塊 我們就一定 我們做不可以 這不是這樣 因為 我是覺得地方住宿 就是一定要 用民選 是 用民選比較有下 老北所需要的 鄉頂長的 所需要的代表 就是說 他選出來之後 他會去跟他拜託 他會去除 他們有需要 要做什麼 鄉頂代表 可以來 減 我們的鄉頂工作 這邊來幫他反應 是 鄉頂工作 當然 因為我們也是 鄉頂也民選 我們不會去這個老北市 老北市 他的需求 我們也是會 列入第一優先來考量 是 我們的看法就是這樣 感謝鄉頂 我比一個例子 大家就會很清楚 臺北市高雄市 你去問他說 你住在那裡 我住上山區 我住台南區 我住中山區 你區長是什麼 不知道 我知道我區長是什麼 你如果去問上華鎮 你們鄉頂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他生的理 對 你問那個你說你後面 你們後面鄉頂是什麼 你問美濃 你們鄉頂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種民選的鄉鎮市長 跟選民之間的距離是很近的 當然他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可是區長 他也許沒有所謂的選票壓力 會不會讓整個地方施政的推動 可能會有所阻礙 我們在看到說 其實包括恆尊 大家說那個海角七號 或者是之前有話好說 也談談很多什麼地方發展的 一個好的鄉鎮市長 對地方的繁榮建設跟發展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看到底鄉鎮市長究竟可以做什麼 去年底的鄉鎮長選舉 會選傳聞不斷 讓人感慨地方基層自治首長的親聯度 雖然社會客界對鄉鎮長的印象普遍不佳 但由於鄉鎮長是民選的 有選票的壓力 想要爭取連任還是得做出成績 電影《海角七號》讓拍攝地點恆春鎮爆紅 當時的鎮長葉明順順勢推出了多項配合海角七號的活動 以及觀光專車讓小鎮的財庫進帳不少 而隔壁的滿洲鄉當時鄉公所還出面協調當地的飯店業者 推出海角宴席也是要搶攻觀光客的目光 藉著這個活動把滿洲這些人文景觀 還有這些農特產推廣出去 鄉鎮長們推銷地方特色 除了可以打響地方的知名度 最主要的現實問題就是要增加鄉鎮的收入 由於鄉鎮市的預算主要來自於縣市政府 如果遇到了像是屏東 雲林 花東這種窮爸爸縣市 鄉鎮長們就得自己想辦法從辦活動 結合農特產品來拓展財源 雲林谷坑鄉的咖啡 正是被前谷坑鄉長謝淑雅給打響了名號 而聞名全國 不過現在地方制度法要修法 改之後的直轄市鄉鎮市長可能改為官派 有現任的鄉鎮市長就擔心 官派的可能對地方不夠熟悉 也可能因為沒有選舉的壓力 而忽略了替偏遠鄉鎮爭取資源 讓城鄉差距惡化 沒有選票的壓力 官派的鄉鎮長還有沒有動力帶頭打拚 替地方爭取資源 應該才是在地民眾最切身相關也想知道的問題 你如果說民選的就親像必須長 因為你民選的 你後面有很多人跟你拚說你一定要做事 所以你堵到金埔沖你就要跟他搶聲 可是如果你是官派的 你大概就很難跟你上面的老闆